花蓮市市长被原住民传统射箭继垂球锦标赛 31号的上午是在球轮运动公园热闹的登场 吸引了300多位来自花蓮县各乡镇市的好手组队参赛 市长魏嘉贤也到场勉励选手们都要拿出最好的表现 而对于这一次传统射箭中有国中小学的学生组队参赛 市长魏嘉贤也相当肯定 原住民传统文化在族人共同的努力之下 终于可以开花结果了 花蓮市长被原住民传统射箭继垂球比赛 31号上午在球轮运动公园热闹开打 市长魏嘉贤特别也把号码一颁发给垂球队选手 希望他们带着花蓮市的祝福 在各项赛事中可以有出色表现 在这次传统射箭比赛当中 首度开放给年轻的学子来参赛 包括国中及国小的学生 透过这次比赛来验证平常的训练 市长魏嘉贤感谢族人对部落文化的支持 并且鼓励年轻学子投入传统射箭的学习 那这次我们原住民的一个锤球还有我们射箭的一个比赛 那我们特别是在射箭的部分 那有67队有220位的选手参加 那也是首次开放国小跟国中的选手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比赛 那我们希望说培育更多我们原乡的孩子 有更多传统的一个射箭技能 那未来可以做衔接的部分 在比赛在任何的场域的一个活动里面都能够有很好突出的表现 那再来就是我们锤球的部分 我们知道锤球是非常多的长辈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项目 那也特别感谢我们原型课 那也持续规划这样子的一个比赛 让所有长辈能够尽情地交流 尽情地享受比赛的乐趣 那花蓮寺公所有很多的原住民的课程 也欢迎所有的我们花蓮寺 对原住民文化有兴趣的我们原住民朋友们 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跟学习 那我相信也特别要感谢我们原住民委员会大力的支持 让我们每一个课程都能够办得 得到非常多原住民相亲的一个认同跟支持 开幕仪式中特别邀请市长和来宾们 现场开球与开工 每位贵宾伸手矫健知识标准 让仪式相当势力 而今年度的射箭比赛 总共有67支队伍报名 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在锤球部分则是有10组队伍报名参赛 市长魏嘉玄感谢代表会部落 还有热爱运动人士的支持 让市长辈原住民射箭级锤球比赛 可以成为许多选手指定参与的赛程 谢谢徐力勤 欢迎欢迎欢迎视报导